各位電影師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基督徒有的權並和能力 而我們會有不同的經文 講到神給我們的應許 我們得到領受祝福的應許和權並 就是說因為神給我們的應許 所以我們會知道神應許的 我們一定是可以得到的 當我們跟從神 信靠神 愛神 一定得到的 這個都是一個權並來的 就是說我們一定會得到這些祝福 就是好像有一個人 他的身份是很特別的 像一個王子一樣 他有這個身份 他就知道他是會得到不同的祝福的 我們作為神的兒女 也都是我們可以肯定我們有的祝福 我們就可以跟著神的話語去做 就可以繼續得到神的祝福了 好 那我們首先看第一個經文 就是哥林多前書二章九節 哥林多前書二章九節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事 眼睛未曾看見 以當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那這個是神的應許 神的應許呢 他答應了我們 我們就有這個權並 就是我們有這個權並 我們知道當我們愛神的時候呢 神就會將這些恩典賜給我們 那這個是會給基督徒有信心啊 神已經給我們這個權並 就好像呢 他有一個王子 他呢知道他是有這個王子的身份的 而有一天呢 當他父皇離世的時候呢 他也有這個權並成為皇帝了 那這個就是因為他的身份的緣故啊 而基督徒呢有這個很特別的身份啊 就是當我們愛神的時候呢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啊 那這個其實是很特別的恩典來的 很特別的應許啊 譬如就算世界上很有錢的人的子女 那他們得到些什麼應許呢 就是如果他父母愛他的話呢 他呢就是可以得到他父母的為的 給他的供應啊幫助啊 和他承受的產業啊 那這些是他所得到的 不過這個只是世上的而已 只是屬於世上的 那但是聖經這裡講到呢 就是神會為愛他的人預備呢 是永恆的祝福和賞賜 有今生有來生的 那所以是一個很大的禮物啊 我們可以很肯定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呢 神就會將這些恩典賜給我們 那這個其實是很大的安慰啊 很大的安慰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 我條路一定是好的 我條路呢 如果我愛神的話呢 條路一定是好的 那當然基督徒不愛神的時候呢 又沒有遵從神的時候 他是可以面對很多困難的 譬如他可以是家庭拓裂啊 跟人的關係不好啊 很多不開心啊 工作失意啊 經常被人炒魷魚啊 情緒低落啊 當人不愛神的時候呢 他是可以有很多各樣的問題的 那就是說呢 神的應許不是給任何人 應該這樣說 神的應許不是任何人可以得到 是愛祂的人得到 聖經多處說到就是愛祂 敬畏祂 遵從祂的人呢 就會得到神的各人的祝福 所以這個經文就告訴我們 神是為我們預備愛祂的人 當我們愛祂的時候呢 神就為我們預備非常之豐富的恩典了 那當我們知道 哇 這麼大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捉實這個權兵啊 因為這件事不是人人可以得到的 就是唯有信靠耶穌和愛祂的人得到的 如果一個人沒有信耶穌的時候 他是根本沒有擔保的 沒有擔保他得到任何的祝福 雖然他在世上神是會賜給世上的人 都有他需要的食物啊 很多各樣的這個世界很美好的東西 他都可以得到 但是呢 他是沒有永恆的祝福 還有呢他的生命是沒有擔保一定是會好的 那所以我們當我們想到 哇 我們比有錢人的兒子 或者皇帝的兒子更加有福啊 因為神會為我們預備極之美好的恩典 所以這個權兵是非常之大的權兵啊 那我希望大家呢 會全心去深信 說我們愛神有這麼大的權兵 我們可以得到承受這麼大的恩典和產業 我們就感激神 我們就愛神 我們就全心愛神了 那其實這個經文我之前講過的 但是這次當我講到我們可以承受恩典 承受應許的權兵的時候呢 我講的呢 就跟之前有不同了 那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我這次講的跟之前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這次的強調點呢 就是說我們信靠神的人 我們愛神的人呢 我們可以擔保 知道就是有這個擔保 我們條路一定是美好的 神一定為我們預備的 所以我們可以全心去愛神 全心去感激神 知道呢 神是會將最好的給我們 我們就很感激神 神你真好了 你將這麼多恩典給我 我就很全心感激你 我全心愛你 我走你的路一定是無福的 就是一個強調就是這個應許了 我們有這個應許 我們知道呢 我們給任何有錢的人 如果他沒有耶穌的話 或者是任何有一個很高身份的人 他如果沒有耶穌的話呢 都不及於我們愛神的人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 因為這樣的緣故呢 就 全心愛神 和歡喜愛神哦 就不像覺得 哇 要愛神才有哦 就不像覺得一種重淡的 而是覺得呢 哇 真的是一種很大的禮物 我們愛神就會有這麼多各樣的恩典的 那愛神包括什麼呢 愛神包括第一就是信靠神 相信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神是能夠拯救我們 祂能夠赦免我們的罪 並且祂掌管所有一切的 一切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 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的 那麼我們就信靠神啦 然後呢 我們就去親近祂啦 去讚美祂 感謝祂 歡喜祂 神又會臨在我們身上祝福我們啦 我們又會遵從祂啦 遵從神的話語 我們又會歡喜祂 並且我們會愛祂哦 神你真是好 我真是呢 體重你 我會願意呢 愛你所愛的 做你所喜悅的 全心走神的路 那麼這個就是愛神啦 就是各方面全面性去愛神 那也都包括呢就是渴慕祂啦 就是喜歡跟祂在一起 就會呢 很想很想跟神一起 很歡喜跟神一起 不會覺得是重擔 是覺得一種 是一種得力的方法 是我們歡喜的 那麼這個呢就是 剛剛這個經文所講的 這個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恩典啦 那麼第二個經文呢 就是馬太六章三十三節 在你們的WhatsApp那裡我傳了的啦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那麼這裏呢也都是有應許哦 就是我們有把握的 有這個應許就是神呢 會將各樣的東西都加給我們 就是那些先求神的國和他疑的人 那什麼叫做先求神的國呢 就是呢 第一就是想多些人信耶穌啦 我們就會傳福音啦 為那些不信的人祈禱啦 很想他們信耶穌啦 那麼這個是求神的國臨到更多人啦 那麼另一個意思呢就是說呢 神為主為王的地方就是祂的國道啦 耶穌說事的地方就是祂的國道啦 那麼我們呢就是 讓神在我們心中作王啦 就是神說了事 神呢是掌管我的生命 掌管我所做的一切 掌管我的思想言與行為 掌管我內心世界 也都掌管我在家庭和人的關係 我在教會和人的關係 我在教會怎麼去祝福別人 還有呢 掌管我在我工作的地方 我和人接觸都榮耀神 那麼呢就是耶穌掌管了整個人呢 這個就是先求神的國啦 就是一個方面呢 就是想多些人信耶穌 也真是傳福音啦 第二方面呢就是 啊 讓耶穌作王啊 什麼時候都是耶穌作事 這樣子的時候呢 就是先求祂的國 那麼先求祂的義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遵從神的義 神的義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戒命啊 遵從神 就是有遵從神呢 就是有神的義了 神的義兩方面的一個就是 耶穌給我們的義 因為我們不能夠完美的 耶穌能夠完美 祂就將這個義呢 賜給所有信靠祂的人 這個是義譜啊 那麼第二個義呢 就是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啦 我們所為耶穌所做的 就是遵從神 和是侍奉神呢 這個就是我們基督徒所行的義啦 我們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這些一切就加給我們啦 那麼我們就可以深信了 就是我們可以擔保 當我們讓耶穌作王 想多些人得救 和遵從神的戒命 也都有耶穌的義譜呢 這些一切就加給我們啦 我們就一生蒙福 我們就很深信 我條路一定是蒙福的 神一定將各人的恩典賜給我的 那麼這個就是 馬太六章33節 我們捉實這個應許啦 其實聖經有很多不同的應許的 我們捉實的時候呢 我們就更加有信心啦 那麼第三個經文呢 羅馬書8章28節 那裏呢就說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子意被召的人 那裏呢就 其實有 譯本有古卷呢就是 不是萬事互相效力 而是神在萬事中工作 因為不是那些事情效力 是神做工 那神呢就 就是 God works in all thing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就是神呢在所有的事情中作工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那這裏呢又是說到愛神 就是愛神的人呢 就得到神的應許了 那它的應許是什麼呢 就是神會在所有的事情中做事 祂會在所有的事情之中做事 叫我們得益處 那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那所有事情包括什麼呢 包括順境和逆境 順境就是說呢 事情順利的時候 逆境就是事情困難的時候 或者別人對我們不好的時候 那有些人呢就會覺得 哇 就是有時候說 很困難啊 那些逆境很難頂啊這樣 就覺得呢 真是受苦了 真是辛苦了 為什麼我這麼多苦啊 為什麼那些人對我不好啊 為什麼這麼多困難啊 那有時候有些人呢就會經常都看著那些困難 就覺得呢 哇這些真是令到我生命大打折扣 但是這個經文呢就說呢 萬事都互相效力啊 神在所有事上做功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說呢 就算受苦呢 都對我們有益 就算被人傷害 都可以對我們有益處 不是個傷害有益處 而是當我們有傷害之後 我們依然愛神 倚靠神的時候就得益處了 就是人可能想傷害我們啊 但是我們呢 就堅決倚靠神 那麼呢 經歷過傷害更加說 我有神萬事足 我不用介意人 怎樣傷害我 我不用介意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可以呢 全心跟從神 我知道神一定呢 叫萬事都對我有益處 這些事情雖然是受苦的 其實對我有益處的 譬如我人生之中呢 我有不斷的 在不同的階段 被人傷害過的 其實我被人傷害的次數 可能比很多人更加多 那個次數呢 是很多的 那麼 但是在那些事情之中呢 我就不斷去 不斷去依靠神 信靠神 神你一定有出路的 神你一定給我有出路的 我就全心愛神 神你一定為我開路的 我不需要介意人做的事 那我就堅決去堅持在任何的被人傷害的時候 我一定相信神你一定開路 一定祝福 我就堅持不給那些人影響 就是我不去想他的問題 不去反覆思想他的問題 我只是深信神 一定祝福神 一定愛我 那我就一直讚美神 倚靠神 有時我被人罵完 有時我被人攻擊 或者有些困難 有些人誤會我 有些人呢 曾經有人跟我說 他說 二牧師 如果你不是這樣 又回香港 因為我回香港 之前又回香港 兩次我在外國 這次是第三次的 如果你不是經常回香港 你已經 買了房子了 他們注目就是買房子 有些人的心就是買房子 你就已經買了房子了 你的價位已經很大了 但是我覺得這些一切 其實不要緊 最重要是我們找到神給我們的方向 雖然他這樣說 但是有時有些人聽到這些話 就會很受傷 曾經我在外國的時候 我再回去的時候 我在街頭那裡報道派單章 來開始我的事工 有一個人 他 他見到我之後 他告訴別人 你看看二牧師現在在街邊傳呼音 以前他有一間大教會 但是他現在回來 他就在街邊傳呼音 就是一種看小的心態 但是我聽到之後 我也都不放在心上 我就說神一定為我開路 神真的是一步步開路 在這個過程之中 魔鬼會用不同的方法 使用人的軟弱 人的罪性 讓我們覺得很慘 但是我就說我堅持走神的路 就是有人重複問我 你覺得你回香港是否值得 我說我是值得的 我經歷聖靈充滿是很值得的 因為我現在侍奉了很大的提升 我和神的關係很大的提升 這些事雖然有人的攻擊 但是更加幫我倚靠神 更加不被人影響 所以神就賜給我這個輕鬆得性的教導 就是怎樣 活在神的愛中不被人影響 深信神的愛就日日享受神 這就是我時時在做的事 就是說人能夠拿走神給我的恩典 在這些困難中反而令我更加拔著神 更加倚靠神 我都希望大家觸實這些應許 就是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算有人傷害我都不要緊的 神會給我的 我們理論上可以相信 問題就是當我們被人傷害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相信呢 我自己刻意叫自己相信的 譬如有人傷害我 我刻意 我可以看著那個人 我一直在心裏說不重要的 他說的話不會影響到我的 神一定祝福的 我就會 一邊看著他一邊不給他影響 一邊是輕輕鬆鬆的 輕鬆 平安 不計較 深信神一定祝福 在這個過程之中 神也是叫我得性 不給那些人影響 所以我希望大家 捉緊這個應許 就是我們基督徒愛神的話 我們不需要被各樣的事情 或者不好的人影響的 這裏就講到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神所呼召的人 而愛神的人呢 神是會叫他萬事都互相效力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順境 有些人順境就會驕傲 這個其實是叫他跌倒的 但是如果一個愛神的人就會說 我有順境是神賜給我 我要使用這個善境 對不起 順境 這個順境是神賜給我的 我要使用這個順境叫我能夠更加發揮我的生命 更加給神大大使用 那麼順境就叫我們能夠高度的發揮 我們更加呢 就提升了 被神提升 賜給我們機會能力全兵 去做更偉大的事 神啊你幫我吧 有這個機會 譬如大家有機會去學習 你就說 神啊多謝你 你賜給我機會去學習 可以給神大大的使用 到這裡為止 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 或者回應 就是說呢 譬如有困難 有困境 大家能不能夠相信 萬事都互相效力 就算不好的事發生 都是叫我們有益處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大家能不能夠相信這件事呢 在實行上大家有沒有困難呢 大家可以發問 或者是回應的 我覺得牧師很好 這個教導 其實我是會 容易被人的說話影響的 我想回牧師說 我深信神是祝福我的 我不會因為介意 就是不會因為人家的說話 傷害 他可以拿走神給我的祝福 或者是神給我的接納 我是這樣說的 謝謝主 好 這個好的學習就是說 人不能夠拿走神的恩典 所以我愛神就可以了 然後詩篇三十四篇十節 他說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我 但尋求耶穫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這裏提到就是用比較獅子 獅子很強有力 但祂都會缺食忍我 祂有時都會找不到東西吃 但是尋求耶路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尋求神的人,神會給祂足夠的好處 足夠好處不一定代表大富大貴 但是代表祂有足夠去發揮祂生命 神會給我們足夠的恩賜、能力、機會、喜樂、平安、供應 讓我們整個生命每一件事都是不缺乏的 有足夠的 都不缺的意思不是代表我們一定是很多 我們不需要很多的,我們有足夠發揮生命就已經足夠了 所以我們尋求耶路華的人 時時去尋求神,去遵從神,行神的路的人 什麼好處都不缺 這個也是給我們的應許 我們不用怕,我們不用怕 神一定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神一定會給我足夠的恩賜 足夠的機會讓我能夠發揮 所以我可以全心去依靠神,全心仰望神 全心感激神,行光神的路 神一定會大大祝福 我會什麼好處都不缺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信心 我一定靠神,行神的路 一定什麼好處都不會缺乏的 然後三十七篇第四節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這裡就講到 怎樣得蒙英雲 我們的討告 聖經有講到求就得到 但是聖經講求也有意思 就是這個人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 不是任求 因為聖經有講到不要妄求 有些人求都得不到 因為他妄求 要浪費他的現樂之中 所以神不是應許我們任求求什麼 而是按照神的心意 也是這樣說 基督徒按照他的新聖情所祈求 就是按照我們的新聖情 我們就會祈求神天國的事 我們祈求生命能夠發揮 我們祈求生命能夠祝福更多人 當我們有這個心的時候 並且是以神為樂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原來我們想得到神的祝福 是以神為樂 就是神是我們的喜樂的來源 有很多人來講 他是覺得 神是很難是喜樂的來源 譬如有些人說去玩 去旅行 吃東西 那些就是喜樂的來源 就是神如何是喜樂的來源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 原來親近神可以充滿喜樂 當我們每天都親近神感激神 我們每天都可以在喜樂之中活著 是以神為樂 神真的好 神有很多禮物賜給我們 我們就因為神而很開心 我們就因為神 一想到神就開心 親近神就開心 那就是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曾經有不同的人跟我說 他說 我想我的兒子改變 我怎樣祈禱呢 那我就跟他說 不是你怎樣祈禱 不是你說什麼說話 而是你的心態 你愛神 你親近神 遵從神 以神為樂 神就祝福 但是始終你的兒子是另一個人 就是說 你很愛神 你的兒子可能不肯愛神 但是如果我們愛神又輕省有機會影響他 如果我們愛神又很猛狀 就很難影響到他的 所以我們愛神又輕省 就更有機會去改變我們的家人 我們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就是當我們時事 想到神就歡喜 神就將我們需要的賜給我們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本身 是很少為我自己個人需要祈禱的 我祈禱多數就是讚美神 愛神 我會為天國祈禱 我會求神去祝福更多人得救 和靈命成長 和祈禱更多人 被我訓練或者別人訓練 去發揮生命 整個生命發揮 被神使用 就是我祈禱多數都是愛神 親近神 以神為樂 也都為那些不同地方的人 討告求神去祝福他們 我很少為我自己個人的事祈禱 因為我知道神已經知道的了 我都祈求過了 我祈求過神已經知道的了 神知道我想要什麼的 聖經也說到我們未求以先 神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就不用重複告訴神 耶穌也說了 有很多人以為 用重複說就必夢誰聽 其實我們不用一定 這個講到祈求 不用用重複說 以為多了必夢誰聽 其實我們讚美神就可以重複 啟事錄說到天上讚美 是不斷不斷讚美的 讚美神 感激神 愛神 神是可以不斷的 但是呢 祈求我們不需要不斷告訴神 神已經知道了 好 另外呢 就是《語賽書》五十八章十四節 你就要以耶穌華為樂 耶穌華要使你成價地的高處 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 來者是耶穌華親口說的 這個也講到 以耶穌華為樂 神就叫你成價地的高處 神就應許你了 你就會去一個高處 你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你的生命可以大大發揮 並且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 神就會賜給你 這句話是對以色列人說的 神就賜給雅各的以色列的產業養育 這是耶穌華親口說的 就是如果你以神為樂 歡喜神 愛神 而我們今天基督徒來說 就是我們會得到神 賜給我們平安喜樂的生命 和有豐盛的恩典 有恩賜 有機會發揮去祝福更多人 就是我們以神為樂 神就會凡事祝福我們了 OK 好 我們這次只講到 我們能夠領受祝福的應許和權並 就是我們可以有這個權並 去領受神一切的應許的祝福 當我們聽話的時候 聽神話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些祝福會隨著我們 我們就可以開心快活做人 就不再是煩惱 不再是擔心 不再是怕著死了 不知道夠不夠資源呢 能不能夠發揮呢 我們全部都不需要這樣擔心的 是可以全心全意去愛神 我就知道一切神一定為我開路的 OK 好 那 這個 這個聖經的訊息很重要就是 我們會不會 觸實這個應許和相信 我相信這個應許 並且經歷這個應許 經歷這些應許 當我們愛神 遵從神的時候 神就凡事祝福我們 那有沒有人想 有沒有問題或者想分享 就是說你曾經 怎樣經歷神的祝福 當你愛神的時候 神怎樣提升你的生命 有沒有人想分享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 有些我看有些很愛神的人 但是可能會經歷一些苦難 比如說失去自己的意志 如果當這些不是不愛神的人 他們是愛神 但是因為這個苦難 而是沒有辦法去接受這個結果 那他怎樣以夜和話為樂呢 我會這樣回應 首先第一點就是 很重要的是愛神的時候 我們深信神所做的都是美善的 不是神將他兒子的靈魂拿走 是他兒子的健康 或者個人的因素 令到他的兒子離世 其實這件事是任何人都會發生的 那蒙福的意思呢 不一定是長命 就是我們要明白這一點 就是我們不要用世人的眼光 就是說長命就一定蒙福 短命就一定不是蒙福 我們喜樂也不是在乎 我們是長命短命 或者是我們周圍的人都健康快樂 其實這件事是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每一樣發生 我們都不知道會有什麼發生 就是神是掌管一切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發生 但是當人說 神啊我兒子在生的時候 我們都是帶祂信耶穌 愛耶穌 遵從耶穌 如果祂是帶祂兒子愛耶穌 遵從耶穌 其實祂兒子早些離世呢 去到天堂 祂更加早些享受神 是不一定是一個損失的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就會覺得 因為基本上是那個思想 都是一個以世人的角度去想 那他就覺得我兒子 活到多少歲 又生幾多個兒子 又生幾多個孫 那我就很開心了 那我就快樂滿足了 那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講呢 的確有些人的生命 是不是那麼 就是會有困難的 那這個問題就是 祂的所盼望的 到底是神的祝福 還是是世人所認為的 長命健康成功 這些作為一個標準 那我當然我會說 父母見到子女離世當然是不開心 那我就會說 就是祂在生的時候 有沒有一直幫兒子 一直愛耶穌 親近耶穌 他親近耶穌 他就知道現在兒子在天上都不知道多快樂 那他早點去天堂 免去世上的痛苦 是有福的 這樣角度來看呢 他就不會痛苦的 但如果他用世人的角度 譬如說 兒子有病 離世 或者兒子有其他問題 譬如有個人的兒子 又讀書不成 有時候這些很多因素 就是兒子有多少責任 因為兒子才是另一個人 兒子有沒有負責任呢 因為兒子很隨意 那我們作為父母 我們都是盡力去幫他愛耶穌 親近耶穌 從小到大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感染他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只是帶他回教堂 有很多人就認為 我帶他回教堂 就已經是最好了 但其實 我們有責任去教養我們的兒子 從小到大跟從神 如果我們的生命 是很有神的生命 是會影響兒子 真的會信耶穌和愛耶穌的 當然這件事是沒有擔保的 因為有時候父母很愛神 但是兒子不愛神 都會有這件事發生 就算父母怎樣幫兒子 兒子也是不聽話 這樣的時候 他只能夠說 我已經盡一切 我為了我盡一切 我而感恩 多謝神 我又盡一切 而他不肯聽話的時候 我只能夠放手 就是世上很多東西 我們需要放手 有很多東西 我們沒有把握 一定會順利的 只要他年紀 未到這麼大年紀 已經離世了 我們都接受 他離世 是 他如果是信耶穌 愛耶穌 是對他有益處的 那問題 譬如如果他的兒子 是不信耶穌 一直都不肯信耶穌 他又怎麼看呢 他就可以說 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 我求神憐憫我 也求神幫我釋放我的 重淡憂傷 因為我也想他能夠 愛耶穌信耶穌 但他始終都不肯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放手 因為他始終是另一個人 我們不能夠負責別人的生命 在人來說當然是不開心 就是會不開心 但是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一輩子不開心呢 重點就是這樣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一輩子都不開心呢 我覺得基督徒就是需要學一件事 就是這個世界是寄居的 我們有的一切是神交託給我的 我的家人都是神交託給我的 我能夠做的就是盡力幫助他們 但是呢 最終他聽不聽話 都是他自己本身的責任 那我 就是人都有憂傷的時期 不過呢 我們應該學習就是到這樣 我們都能夠處理到 逐步放手 就不是一世 就是兒子離世 就是一世憂傷 那這個就是他 將他兒子放得很高的地位 那我們就學習就是 就算我兒子離世 我已經做了應該做的 我就放手了 如果他是信耶穌 我更加喜樂 那所以這個以神為樂的意思呢 不是說事情順利 有很多人就會覺得事情順利 我就開心了 事情不順利我就不開心 那怎麼可以開心呢 他這樣想法的時候呢 他的確 人生是有很多困難的 就是我們人人都會有困難的 那要等到事情順利才開心 有時候不是每天都開心的 例如有時候我不順利我都會開心 為什麼 我不開心是因為 神聖給我恩典 這些不開心的事 不會影響我整個生命 基督徒的喜樂 不是因為我們事情順利 所以開心 所以我先說 就是順境逆境 我都以神為樂 萬事互相效力 神一定會祝福的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你 就是說 我們接受 就算有人離世 我們有憂傷期 但是我們都會學習去放手 就不一定要他們長命 我才是開心的 以神為樂 不一定 以世上人的標準 就是長命啊 生孩子啊 事業成功啊 賺到錢啊 那些來得開心 而是我做了一陣吩咐的事 我就開心 有神同在我就開心了 還有神會賜福我們的生命的 就是越放低世界 越愛神 祂的生命就越無福 求神幫助我們 深信神的應許 神的祝福 我們就一生人呢 都平安喜樂 滿有神的恩典 一起祈禱一下 將凡事交託給神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了 大家可以站起來放鬆個人 親愛天父多謝你 因為一切的事都在你的手中 你是凡事掌權的 凡事作王 一切的事在你的掌握裡面 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有神萬事足 求主你幫助我們 知道就是 世上的事情順不順理 不是最重要 順境易境 神都叫萬事對我們有益處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會凡事祝福我們 主要我們專心仰望你 專心倚靠你 我們將重淡放下 所有煩惱都放下 任何不順境的事 我們都知道深信 神一定能夠凡事祝福 我就不需要放在心上 而我們的喜樂 不是在於事情順利 不是在於世上的事情 我們想得到的就得到 而是在於我們能夠得到 神的喜樂平安 生命有盼望有力量 去祝福更多人 自己也都蒙福 得蒙神的整個生命 帶領和祝福 有神萬事足 求主幫助我們在神裡面 得到平安喜樂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美好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深信 我們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主耶穌你真好 你必然祝福 主耶穌你真奇妙 哈利路亞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我救助真奇妙 哈哈哈哈 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輕輕鬆鬆 時是感恩 時是開心 時是快樂 時是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力量 我們就享受每一日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的恩典 救我們勇 感謝天父 神你是私恩的神 我們跟從你 愛你必然無福 是主要幫助我們深信 我們有這些權兵 去領受神你的祝福 當我們愛你 遵從你 先求神的國 和你的義 這一切就加給我們 我們尋求耶穌華 什麼好處都不決 我們愛神神 為我們預備眼睛未曾聽見 以當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各樣的恩典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所以我們整個生命都可以得福 我們以耶穌華為樂 神就叫我們心裡所求的 能夠賜給我們 並且能夠成價地的高處 我們生命就可以高度發揮 多謝主耶 求主幫我們輕鬆 享受生命 從神得力 無論順境或逆境 我們依然有力量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來到奉主耶穌聖明 阿門 阿里路亞 好 主祝福大家 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或者回應 有啊 我覺得你講得很對 就是希望剛才我說的媽媽 能夠釋懷 還有她 就是說在這些困難中 怎麼得力 當她兒子離世的時候 得力 就是說呢 我覺得她需要學習的就是說 我們世上都是寄居 怎麼處理她內心的傷痛 還有從神得力 就是怎麼去享受神 感激神 親近神 就得力了 那她得力的時候 她的人就會有回平安起落力量 就不是把盼望放在兒子身上 有些人呢 整個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都是放在兒子身上 就會有什麼事發生就會很失望 尤其這個世代很多子女都不聽話 又不肯讀書 又不肯做工 在房間那裡不肯出來 整天打遊戲 睡覺的時間又顛倒 也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如果父母將她的生命的價值 放在兒子身上 會很失望 很失望 這也是這個活後的日子 所以基督徒呢 應該由小到大 為她的子女 帶領她信耶穌 還有呢 為她按手祈禱 用她經歷聖靈的臨載 這件事呢 是會幫助子女 看到神是真實 他們會更加容易跟從神 還有呢 跟她講多一點的觀念 但是什麼觀念呢 神會凡事祝福 你將來的生命可以凡事祝福的 你想不想得祝福 神想祝福你 你想想得祝福呢 通通你愛神 親近神 遵從神 神就凡事祝福你的 還有有些什麼地方 會堵住神的祝福呢 你可不可以靠耶穌處理生命 就要那些問題 能夠堵住那些問題 就不要讓情慾啊 上網啊 玩手機啊那些影響了你的生命 那些生命可以提升 也都幫助他處理任何的問題 人的問題我們怎麼處理 其實這些都是 我們每個人都要學習的 那我本書《輕鬆得勝》 都講到各方面怎麼處理問題 就是教小孩子 有人罵你 有人傷害你 你怎麼做 我知道有些人教孩子 又怎樣 他罵你你就罵他 真的有人會這樣說的 會爭取你的權益 那有些情況我們當然會爭取 但是呢 我們永遠爭取的時候 都未必爭取到的 我們在合理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爭取我們的權益 但是呢 我們都能夠饒恕人 祝福人 這個才是德性的道路 從小到大教導子女 有困難 又被人傷害 事情不順利 那怎麼面對呢 那這些都是基督徒要學習的事情 讓我們得力 那兒子女 就算將來遇到試探 都會站得穩 尤其一拍拖 很多 基督徒一到那個拍拖年齡 就什麼都忘記了 一有個女孩子 有個男孩子喜歡他 這個人是不是信耶穌啊 什麼都忘記了 因為他被人愛這件事是很大的力量 那他就會很容易被這個世界拔掉 所以這個是 父母教導子女 是真的從小到大去教導 所以我們 如果有接觸有些父母 我們都幫助他們 怎樣去 懂得去教導子女 怎樣帶領他們凡事去跟從神 問多一點點 是 牧師剛才你說過 信徒拍拖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教會大多數都是女性 男性是比例少 那變成他們不是很困難嗎 是 這個真是一個事實 一個真實的困難 我覺得呢 姐妹們 有一個可以這樣的看法 第一 我們有接觸外面的人 我們都帶個信耶穌 那或者有一天帶到一個男性信耶穌 而他跟我們夾的 這個神預備的婚姻 這個有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呢 就是說如果真的沒有結婚 很久都講到 專心一個單身的人 他更加專心侍奉 更加能夠專心愛神 其實是一件美好的事 就是有這個心態 就是準備去行神的路 就侍奉神 不一定說全職侍奉神 就是他 總之他的工作 由他又侍奉神 其實更大發揮 其實現在在教會 和很多的活動呢 裡面都是很多是女性的侍奉人員 是多的 那這個是造成在基督教裡面 一個很大的力量 那所以這個心態就是說 我寧願不結婚 都不會跟一個不信的人結婚 因為在哥倫德後書那裡講到 你們和不信的緣不相配 不要同配的握 跟著後面就講到 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交呢 基督和比列有什麼相通呢 就是說光明和黑暗的權勢 是沒有得相通的 所以我們是不能夠 和在黑暗裡面的人 去相交和結婚 做朋友可以的普通朋友 但是如果心交是很難的 就是很容易受他們的影響 如果去到結婚 更加一定是會受影響的 是生命是不能夠發揮出來的 所以呢 根據聖經 和根據我們從聖經的教導 是真的看到 只是和基督徒結婚 如果沒有結婚的話 第一就是說 神讓我遇到一些人 我可以帶他去信耶穌 或者有一天 他或者娶我 或者娶別人都可以的 帶他去信耶穌 他回到教會 他跟從耶穌 我們都會有這個心去接受 他帶他回來 但是他跟別人拍拖 OK的 我們接受這件事 我不是一定要拍拖才有人生的價值 就是說我們不要把人生的價值捍衛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結婚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不一定結婚的 最重要是我們生命能夠發揮 但是很多人是很被這件事所困難 其實我也覺得 如果基督徒是愛主 他可以一件事 就是他就 譬如有一些 同性的朋友 就成為 一起 即一起居住 就可以做朋友 一起祈禱 一起讀聖經 譬如有些人說 我沒有一個配偶 可以有一些同性的朋友 幾個一起居住 互相照顧 互相做朋友 都可以有一個可能性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對於世人的看法 那種世界的價值觀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其中一樣就是這樣 是啊 所以其實結婚不一定是幸福的 有些人經常覺得結婚最重要 因為結婚不去處理生命 也是有問題的 尤其在末後的世代 我們真是 真是說我體重神的計劃 因為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不是把世上的價值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是神的價值 而基督徒就算不是 即是基督徒如果是 找不到配偶 就不代表我們的生命是 苦老 而是我們可以有個心態 就是說 我是可以更大的發揮 就是我可以生命更大的發揮 去祝福人 無論怎樣的方式也好 去關愛人 關心人 去傳揚福音 建立靈命 做到任何的事情 都是神死所喜悅的 這也是更新的重要性 即是當一個基督徒更新的時候 他就會體重於事的 當基督徒沒有更新 他就會覺得這件事很困難 就是覺得 哇 又要愛主 又不結婚 就是有些人真的覺得很困難 我希望 我們都會 心意更新而變化 其實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是 單身的 但是他們很努力傳揮 今天有個姐妹都跟我說 她又叫我打一碗 跟一個人打一碗 跟我聊天 因為她經常去關心周圍的人 就遇到一個基督徒 但是這個基督徒是 是有一些軟弱的地方 他就想我在電話中去鼓勵他 這個基督徒現在是單身的 但是他真的很努力傳呼音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生命發揮 他們都得到豐盛的生命 得到平安喜樂 所以我們其實在世上一切都要過去 是不是結婚是這麼重要呢 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想著單身的 那時候因為我天天祈禱 我專心祈禱 還有我去宣教 我覺得我就是這樣的方式 但是神為我預備一個很好的太太 對於我侍奉是很大的幫助的 這個是我起初想不到的 但是我起初想著 我就是專心祈禱 每天都親近神 被聖年充滿 然後就帶著行李箱 從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去宣教 就不是想著有一個定居的地方 直接去到宣教那裡住在那裡 我起初是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神裡面是很豐盛的 很豐盛的地方 我來強了 我們想著它 等於我可以做著 有事 如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